這次九龍西的阿信的取勝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選舉之初是有人企圖將這次的選舉操作成為一個所謂的對DQ事件的公投 也都在選舉的過程裏面DQ一直是一個議題的 但是這次九龍西的贏就剛剛對手就是DQ事件的主角 這就證明了市民對DQ事件其實是他覺得政府沒有做錯 DQ這個事件也不是一件負面的事情 從選舉結果我認為市民是很清楚反映一個訊息 市民其實不認同議員是用宣誓的平台去搞一些花椒或者不依法宣誓 市民都是清楚告訴我們議會是做事的地方 不是是表演或者是宣揚港獨的地方 D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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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Q